一间封闭的小屋 两个遍体鳞伤的孩子 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你的脸上怎么了 没有 是孩子过于顽劣 还是父亲暴力成性 为了安全 难道只能远离父亲 今日说法问多初 爸爸请不要打我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孩子是父母生命当中最宝贵的 但是在浙江的宁波 有一对姐弟经常被人打得遍体鳞伤 而毒打他们的恰恰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这位父亲为什么要打孩子 孩子们平时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跟随当地的几名志愿者 我们来到了位于宁波市郊的一个村子 在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找到了这对姐弟 透过铁窗 眼前的景象 让我们大吃一惊 屋里的这个小男孩 满脸血污 一声不吭的站在地上 而离他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女孩 脸上也是伤痕累累 进入屋内 现场的一切又让大家听到 地上 墙上 到处都是血 两个孩子都是赤身裸体 满是伤痕 小男孩看上去更重一些 有些伤口还在流血 一双脚血肉模糊 流出的血 把脚和拖鞋都站在了一块 那么这两个孩子身上的伤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孩子的父母又在哪呢 在屋外 一名男子 默不作声地蹲在地上 经过询问 这个男子自称是孩子的父亲 他说 两个孩子身上的伤 是他打的 当时我第一个疑问 我在想 可能是父亲打的吗 会不会这个男子 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亲生父亲 怎么能够 对两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孩子 下如此重的手 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父亲呢 在场的人 无不为孩子的惨壮 感到同意 你生了下来 你就好好对待他 你这弄是什么东西 生孩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生孩子是为了念叹他 你根本不应该称他的 生孩子是为了爱他呀 是为了让他幸福吗 在姐弟俩居住的这间狭小的屋里 地上有几滩血迹 还有一把折断的扫把 一问才知道 这是打孩子打断的 是不是经常打孩子啊 是 一般多久打一次啊 你要 他说我天天都打 那我说你打了多长时间 他说我打三年了 打了三年了 听了这话 在场的人更是气愤 面对大家的质问 孩子的父亲只是蹲在地上 偶尔才说几句话 面对我们这些陌生人 两个孩子也是一言不发 只是茫然的看着大人们 你是什么时候打的小孩了 过来 前一娘 一时间 大家搞不清楚 这名男子所说的一切 究竟是真是假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大家决定先报警 几分钟后 一辆警车来到了现场 看到村里来了辆警车 一些村民过来围观 一看到满身是血的小男孩 他们就开始七嘴八舌 议论起来 初秋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 可是小男孩还光着身子 满身血污 看到这样的情景 在场的人纷纷指责孩子的父亲 没有人性 对亲生骨肉做了这样伤天害脸的事还在狡辩 这下大火火急更大了 他们一边痛斥孩子的父亲 一边帮可怜的小男孩穿上了衣服 然后一块上了警车 很快 警方把父子三人带到了父亲的派出所 孩子的父亲先去接受了调查 而两个孩子则被送到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看着孩子身上的伤口 在场的人都很震惊 不敢相信这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所为 而另外的一些小伤口 据说是用针扎的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想象 一个刚刚五岁大的孩子会遭受这样的磨难 医生仔细清洗伤口之后 需要对伤口进行缝合 不过在缝合脸部伤口的时候 却遇到了麻烦 因为这些伤口不适合打麻药 比较出血 麻药的话它可以扩张血管 一打麻药它缝出血反而更多 所以我们也没给它做麻醉 为了让伤口好得快 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让五岁的孩子强忍的疼痛 进行手术缝合 直接缝了 小孩没哭 没动 只是当针就这样 肉里面扎进去的时候 缝的时候 它全身会颤抖 说过两个字 痛 我痛 一滴眼泪都没有了 就说过两个字 痛 我痛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五岁的孩子 会有这么大的忍耐力 在场的人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在猜想这个孩子 在此之前 曾经遭受过怎样的身心折磨 麻木的令我们很震惊 但这种坚强 也令我们很感动 当时所有在场的护士 来看病的阿姨 他们都哭了 觉得这不是一个五岁孩子 所应该能够表现出来的一种状况 医生在小男孩的脸上 头部和背部 总共缝了十几针 现场的一个老人 看到两个孩子可怜 还特地去买了吃的东西 吃的面包 两瓶营养快线 小孩吃得很快 五分钟吧 全部都吃光 后来我问他姐姐 问他姐姐 我说 还饿吗 姐姐说 饿 她说我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没吃东西了 也没喝水 处理完身上的伤口 两个孩子又被带着做了其他的检查 直到检查完 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大伙这才放心 不过 大家的心中还是有一个疑问 就是孩子身上的这些伤 尤其是那些伸到骨头的伤口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也许孩子的年龄还小 也许是害怕 面对民警的询问 两个孩子始终说不明白 不过经过警方仔细的调查 基本弄清楚了这些伤口的来历 后来警察搜出来 这些伤口都是用那个美工刀 美工刀 搓着搓 搁着搁 脚底板全部都拿开 就这样 很残忍 经过调查 警方了解到 孩子的父亲 名叫杨全生 27岁 老家在江西 几年前来到宁波打工 女儿相想七岁 儿子小凡才五岁 邻居们说 平时很少见孩子出来玩 而杨全生打孩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经常听到的孩子 又爱了够了 就不打不打 跟这个人有打 结果 我越打越有劲 邻居们说 孩子的妈妈 原本和孩子们在一块生活 但是杨全生喜怒无常 动不动就会发火 两年前 孩子的妈妈离家出走了 原因是 杨全生在发脾气时 暴打了妻子 孩子的母亲 终于忍受不下去 撇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 逃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他为什么要走呢 也是比我控制不了 就是你也打过他啊 或许是妻子离家出走 打工挣钱养家的艰辛 再加上回家 还要面对两个顽皮的孩子 这一切 让杨全生的脾气 变得更加暴躁 而每当发脾气的时候 两个孩子就成了出气头 一般多久打一次啊 你要 杨全生说 他没上过几天学 二十出头 就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 在宁波打工这几年 他一天到晚的拼命干活 就是想着两个孩子 将来能比自己有出息 可是在他眼里 两个孩子实在是太笨了 所以他打孩子 是想让孩子长点记性 变得更乖巧些 虽然他也知道 打孩子不对 可是他说 他管不住自己 为了弄清楚杨全生打孩子 是不是因为心理 或者精神方面的原因 大家又带着杨全生 去看人生 面对医生 杨全生平静了很多 不再像在家里那样暴躁 妈妈没有有爸爸 没有母爱 有父爱 那你怎么还没有母爱 已经能追过了小孩 是吧 应该有父爱吧 你为什么不给他父爱呢 我不给他父爱 我不管他 我也走两次 我还在这时候 他也没有管 医生在给杨全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 给出了治疗的建议 一个就是 是不是一个冲动 控制障碍 我觉得像他这样 现在最好就是 把他的小孩分开 医生说 虽然杨全生并没有精神疾病 但是由于他情绪非常不稳定 容易再出现暴躁的行为 为了孩子 他建议两个孩子和父亲 最好分开居住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埃教授 欢迎马老师 刚才这一段片子看下来 我想到两个词 一个是触目惊心 一个是出乎意料 那亲生父亲干出这样的事情 他应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第一个的就是刑事责任 如果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虐待罪 按照刑法要处于两年以下 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 那么如果他的行为 没有构成刑事犯罪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他的行为也是违法了 要承担行政责任 而这个行政责任呢 既包括对他处于15天以下的拘留 还包括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的行为一定是违反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 如果违反了这个法律 居民委员会也好 当地的这些行政机关 包括法院就要对他的行为 做出训诫和制止 可能人们倾向于认为 这个父亲干出这样的事了 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但是医生鉴定的结论是 杨全生精神上没有问题 但医生仍然建议 把杨全生和孩子分开 可是你看他父亲是孩子的监护人 这要分开了的话 孩子谁管呢 从法律上来说 孩子当他的父母起不到监护作用的时候 他的其他的亲属 爷爷奶奶兄弟姐妹 可以来承担监护责任 如果没有这一类的亲属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还包括一些具体的单位 你比如说福利机构都可以来当这个监护人 这需要杨全生自己同意吗 不 其实杨全生的行为已经明显的违法了 所以必须有一个司法的介入 你比如说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 当父母没有办法尽责尽职的行使他的这种监护权的时候 法院有权利用判决的方法变更监护人 那接下来这对小姐弟的命运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他们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那谁又会接纳他们呢 经过打听 我们得知孩子的爷爷奶奶在离镇上一个不远的村子里种菜 孩子交给他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随后我们来到了孩子的爷爷奶奶所居住的村子 然而田间地头都找遍了 也没有见到半个人影 直到晚上 在民警的帮助下 才终于找到了孩子的爷爷 并且把他和杨全生一起请到了派出所 老人说他喜欢孩子 自己的孙子更不可能丢下不管 可这事儿得儿子杨全生点头 那么对于把两个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去带 杨全生会不同意吗 那你不放心我带 那就不用真的不要说 真不要给我父母带 杨全生说 自己从小就是被父亲打大的 所以平时跟父母很少有往来 孩子要是送到父亲的手里 情况也许会更糟 哪里没有 那时那时有人来管我好了 大家原本以为让父子俩见上一面 就能够把照顾孩子的问题解决 可没想到杨全生不愿意把孩子托付给父母 而儿子的这种态度也惹恼了老人 在派出所里父子俩仅仅是一墙之隔 可谁也不愿意主动去见对方 最后经过多次做工作 杨全生勉强同意暂时让父亲来照顾两个孩子 但是第二天杨全生就变卦了 他坚决不让自己的父母带走孩子 几天后 杨全生因涉嫌虐待孩子被警方拘留 即便这样 他还是不答应把孩子留给自己的父母 杨全生说 把孩子交给孩子的妈妈他最放心 最后派出所的民警和热心的志愿者费尽了周折 才联系上远在江西的孩子的姥姥家 当时了 他外婆说不要来找我 这个两个孩子跟我不得干 他说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是我捡来的 他说已经跟我好几年没再联系了 他说不要来烦我们了 两个孩子没出去了 想管的比如爷爷 杨全生不让管 让管的比如妈妈却找不着人 能管的比如外婆又不愿意管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 热心的志愿者们又联系了当地的孤儿院 不过孤儿院那边也有问题 孤儿院的院长说我们也很为难 我们不能收这个孩子 不能收这两个孩子 他有父亲他有爷爷 他根本就不构成孤儿的条件我们怎么收 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 经当地的媒体报道后 许多好心的市民向两个孩子伸出了援助之手 有的甚至想收养这可怜的姐弟俩 可由于不符合收养条件 最终两个孩子被暂时安置在镇上的敬老院里生活 有很多志愿者每个礼拜 礼拜中礼拜天 我们轮流去 因为孩子有心理障碍了 我们去做爱心爸爸 做爱心妈妈 跟他们去玩 跟他们去沟通 志愿者们介绍说 两个孩子在静老院中的生活很平静 他们希望帮助孩子的父亲杨全生 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并给予他心理上的治疗 同时出于孩子未来的考虑 宁波的一些热心志愿者 还拟定了一份特殊的抚养协议 协议是这样的 两个孩子暂时由我们来抚养 你的病 心理障碍也由我们来出现 我们去看 药也由我们来负责 但是呢 在这段期间内 你不能来看孩子 哪一天等你的病好了 能够控制住自己 不会打孩子了 我们再把孩子还给你 不过这个协议一提出 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李月琪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曾经和孩子的父亲杨全生 有过深入的交流 他认为用这样的一个协议 来保障孩子的未来 是不妥当的 更何况他会对杨全生造成更大的伤害 内心深处还是很爱孩子的一个父亲 他看不到孩子 其实把这个权力给他剥夺掉 但是他从精神层面上 他不是说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他只是情绪上 这个掌控的能力要差一些 情绪控制能力要差一些 那这个是可以输导的 按照这份协议 两个孩子由志愿者出钱抚养成人 志愿者负责帮杨全生找工作 并且承担其治疗精神障碍的大部分费用 杨全生可以定期的探视孩子 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份协议 杨全生没有点头 而且孩子的爷爷也不同意这么做 我们这样做事是不对 那不对又有什么办法 也许说从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从道义上 从道德上 从良心上 我们能看着不管吗 能眼神中的看着 两个孩子就这样 过到这样的生活吗 出于对两个孩子成长环境的考虑 我们看到志愿者跟杨全生 拟了一份协议 这份协议它有法律效益吗 有法律效益 因为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 如果说当事人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履行他的监护权 他可以将一部分监护权委托给别人 两个孩子是暂时寄养在养老院里了 孩子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 现在怎么办 是让孩子继续留在养老院 还是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把他交还给父亲 那么现在放在敬老院是一个暂时性的 它是一个权宜之策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觉得有几个步骤要做 第一个步骤应该有司法介入 哪怕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介入 也要让他看到责任在哪 第二步就是说要进行治疗 这个治疗的目的在哪 因为早晚还是要由杨全生来承担监护人的义务 所以治疗他的疾病是从根本上在解决问题 这个治疗既包括药物治疗还包括心理治疗 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监督 你以后孩子回到了杨全生的身边 我们的爱心人士就应该采取值班式的方法 每周有这么一个人来负责去看一看孩子照顾的怎么样 同时一定要跟当地的每天和杨全生生活在一起的居委会相配合 跟派出所相配合 能够在他一旦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 及时的加以制止 在事情发生了半年以后 也就是在2010年的6月 我们的记者又来到了宁波慈城镇敬老院 我们看看孩子们现在在那生活的怎么样 现在你在这生活的好吗 好 每天都吃什么 吃爸爸粥 爸爸粥啊 还有巧克力 那么乖啊 想不想爸爸啊 就在记者来到敬老院想了解孩子的情况时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眼前的这个男子正是孩子的父亲杨全生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杨全生介绍说 自己被治安拘留后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也非常的后悔 常常都在想念自己的孩子 每隔几天都会来到敬老院看望他们 可是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孩子们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就对自己这个亲生父亲不理不睬了 把门开一下 爸爸来了看你 你要不不开门 好心的哥哥是来看你的 对吧 开一下门 他比我还清晰你的话了 那我那时打他的时候 他都没有我这么听你的话 一把过来 把爸爸给我开心 那你突然不是拿衣服给你了 拿 杨全生说 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可是现在孩子们却不肯和自己相认了 他希望能够把孩子们接回去 供养他们上学 好好地照顾他们 可是不管杨全生在窗外怎样的呼喊 这份迟来的父爱 却始终没有能够打动两个孩子 目前杨全生已经将两个孩子 从敬老院接回了家 女儿相像已经在当地的学校上小学 儿子小凡也上了幼儿园 我们希望两个孩子 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健康快乐地成长 从两个孩子对待父亲的那个态度上 我们就能判断出曾经的遭遇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我们关注两个孩子的遭遇 但我们更关注的是 一旦有孩子面临同样境况的时候 我们社会的相关责任部门如何及时介入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避风的港湾 一个安全的健康的成长环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马老师参与我们研究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频道的节目 明天见